里面是长这样的 我发现一个这个蛋糕新吃法 我都要流口水啦 hello 外面刺了一阵冷风回来 脸冰冰的 然后今天去他的奶 买了一个这个蛋糕才7块多 嗯 冰卤了 原味蛋糕舒服里的 然后看网上还挺火的 再尝一下 里面是长这样的 感受一下吧 这次就真的只是尝一口 因为现在已经十点钟了 我不能再多吃 哦 怎么说呢 你看扎心 就中间这么一流 旁边就是干干的蛋糕 可以意思 是我最不喜欢吃的内容 嗯 乳酪的地方 冰一下还行 稍微有点冰茶色的感觉 这地方奶味还挺重 总体来说 这个蛋糕的精华 应该就在中间这一小块 看它蛮奶奶的 然后 哎咋说呢 就是 有点干 比我想象中的 蛋糕 更紧一些 不是那种松软质感的 然后这个蛋糕 我最喜欢的地方 就是这一小块 冰一下之后 有一点点冰茶子 对 这应该就是所谓的冰卤了 味道 一般般 蛋糕我也比较喜欢刮这个皮尺 嗯 总体来说 这个蛋糕 比较的管饱 对 就是这样 哇 我发现一个 这个蛋糕的新吃法 我发现一个 这个蛋糕新吃法 我昨天不是吃完了 我没有吃完 就吃了 嗯 半碗 然后把它放到了冻箱里面 18摄氏度 以下冻箱里面 然后今天就直接拿出来 然后它就会变得像粉粉的 碎碎的一样 就一块就是硬硬的 但是 吃到嘴里面好好吃啊 就吃了冰冰的 然后感觉一团粉 被压集在了一起 但这种感觉 比它稍微 那个软 软绵一点的那种口感 更好诶 嗯 我觉得这样更好吃诶 嗯 不错 而且这样的味道 就更浓了一点 因为 甜度也好 还有它的那种 卤绕味的味道 都会感觉 更浓一些 嗯 嗯 这是 第一阶 这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